好,我们继续来讲高亮柱逻辑二 不破高亮底可能有惊喜 这个背后它所隐藏的一些关键性的逻辑 大家好,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高亮柱的顶守住了为强 上篇是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本篇将介绍另外一种次强的情况 这就叫做什么 不破高亮底重回高亮顶的情况 它就是不破高亮底可能有惊喜 那这个票叫做清源股份 它这个票是在1234567年版之后放出了高亮 常态这个位置 普通朋友是心里有点发储的 没有人敢去贸人接盘 因为七版翻倍 那学习的本系列 您就会什么 懂得以后客观的去看待股价 至少应该把它的涨幅给忽略到 忽略掉去看主控 否则怎么可能叫做一高人胆大 那一高人胆大与无知者无畏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是分为你看不看得懂主控的 懂吧 那不懂看完本篇 那您也懂了 它的位置的确很高 但从战略上 它是刚刚打过了战略风 而且在做什么 一种过风保顶的行为 我们放大人来看 它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暂时来看是保顶成功的 因为它没有跌破风顶线 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忧 为什么这天是初次突破风顶线 第二天来了一个回踩 那明天呢 明天跌破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担忧是理所应当的 也是符合常理的 那它肯定就有我们需要的标准在里面 而不是说站到风顶线上面 你就去干 对吧 那否则何必有这个担忧呢 但是我们缩图四维看盘 就会知道 它所处的这个历史位置 它并不高 它在这里 我们就知道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判断 它就一定是个头部 那看到的这个就一定会是下跌 它可能存在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要靠主力后面做出来 这就是高亮柱背后的一个逻辑 也是我们需要去跟踪的原因 好 为了方便观看 我们就把什么风顶线取成虚线 而在高亮柱的什么顶底取实线 主要就是肯定是抓主要矛盾 参考它 因为它的实体比较小 所以我们取它的虚 它实体如果大呢 如果实体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取实 明白了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有了上篇的理解 我们对于顶底就容易理解多了 那顶围攻最强 这个很明显是为次强 因为它是在底的上面做文章 那如果底都破了 那你就想都不用想 那就属于弱了 对不对 结果我们就发现它的次日 它是没有跌破高亮底 因为高亮底它为防 既然是防线那就是有变数 有变数我们必然要什么观望 所以那要么就清仓参与 但是呢一旦破线 买点即为卖点要止损 所以我们不可能满仓 你满仓止损 出具损失是不是大了 而无适于这两点交易原则的 我们才称之为叫什么 无知者无畏 所以一高人胆 它是有标准的 而大家也知道 只有过了什么高亮的顶 才能够视为资金合力成功 它才能看涨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告诉你 实际的临盘当中 还比这个远远复杂 我们接着看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后面它是不是 手稳了高亮底 而突破了高亮顶 实现了上涨 这个是不是就对应了 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跟进的仓位的运用 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你看次日 它是不是就来了一个涨定板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紧跟着在这里 它却来了一个跌停板 那这里的大阴一出 我们就知道 不对头产生了变数 为什么 你想常态站稳了 这个高亮顶 正常的行为 它就应当高举高打 一路高跟猛进 那再来这个动作 明显属于多余 就显示了这里面的资金 已经开始什么 不起心了 请问不起心 是不是就是产生分歧 是不是就是手片 我们讲高亮不破 后视闭火里面 讲的另外那种情况 所以战法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 虽然在这里出了一个梯子板的跌停 我们知道这个跌停有问题 因为这样的跌停 主力是肯定无法出货的 所以它主力没有出逃 肯定日后也会有自救 但是这两根阴线一出 我们要尊重盘面 就是告诉你 多方的阵营里面 已经出了反骨仔 它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样 合力齐心的 继续往上做多 所以很明显我们就会发现 我把这里去掉 很明显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段的涨幅 远远小过于前面这段的涨幅 那后面就应当遵循 有赚就好 见好就收 不可恋战 更不要对于后世的行情 寄予太大的期望 什么叫做寄予期望 我还指望在这里再复制 前面这样的行情 那就不可能了 它前面是七连版 但是我们也不慌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正如后面的预期的行情一样 它是连续的上涨 你不存在有被套 但是是不是这段的行情远低于它 但是我们其实是透过哪里 透过这里就已经做出了判断了 那您看 这个后面它的确什么 也有反报 反报的行情的确也有什么 还有连版 请问这是涨停吧 但是请问这段的涨幅与前面 是不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用蓝框与红框标出来 那么这个蓝框里面 就是我们一夜之秋的那片落叶 后面是不是就印证了我们的一夜之秋 而确定了我们的撤退点 所以您回过头来想 这个地方它也有反导战法 它是成立的 但是请问我们可以就凭着一个反导战法 一种战法 只看一个基因而忽略掉全局吗 这就是涉手说的什么不能行而上学的原因 是不是股市有它的复杂性 以及它的残酷性 对吧 那您看一下 对比这里的高亮不破 对吧 它同样是什么 守住高亮底 重回高亮顶 不破高亮底 那可能有惊喜 有没有惊喜 所以它正常来说 突破高亮顶就应当是什么 长驱直入 对吧 所以对应什么是正确的模式 什么是错误的模式 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 形成固有的模型 那您在临盘当中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一个参照物 才能够对号入座 对吧 我们经常讲临盘要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是需要参照物的 如果连这个物都没有 那当然是听的都对 懂的全会 那一临盘那就全废了 对不对 好了 那关于不破高亮底 可能有惊喜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了 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欢迎留言点赞与转发 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